她是中国著名龟桥作曲家 数十年间普就千余首经典歌曲 快智人口广为传唱 就是把心灵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唱出来 我说这是我们音乐的最伟大的事业 上世纪八十年代 她在艰苦条件下创立声乐培训班 为中国流行乐坛培养多位实力唱将 我就觉得我一个一个的培养 我不是有期限的 是说哪一个人获得奖了成才了 这个就走 我再弄第二个 她个性直率 对当代流行音乐发展有着犀利见解 你刚才跟我说的什么话 我一句也没听懂 这就是一个歌 你说这种音乐这么发展的话 可怕不可怕 还有旋律 没有旋律 还叫音乐吗 2020年1月 在北京举办的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评选颁奖典礼上 85岁的龟桥作曲家古建芬被评选为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 她的流行音乐作品曾风靡大江南北 自2005年开始 古建芬转而为孩子们创作歌曲 他将古典诗词谱成曲调优美 朗朗上口的新学堂歌 因为那个时候我大批的歌曲都是在写流行音乐 也确实觉得没有什么更多的孩子们的歌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寻找古诗词 那么从唐朝的古诗词里边 用12年的时间我写了50首 同声无邪 深入人心 十几年的《呕心沥血》 每首歌写得都不轻松 为了弥补对古诗词的了解不够深入 它变差经典 拜访知名文学家 精心打磨 甚至一首歌的创作 要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反复修改 除此之外 他个人投入大量资金 用于录制等环节 我在录音的时候 我就听到孩子们唱 我就觉得这个话从小孩说起来 所以在场的人 很多人包括演员唱的也流泪 那么这样从第一首写的《员子音》以后 我就一发也不能收摊了 就一首一首地写 那么这样的话 我想孩子通过唱歌的过程中 老师的讲解 让他们对祖先的教会 就能够有些体会了 古建芬对儿童音乐教育如此重视 也源于他从小的成长经历 1935年 古建芬出生于日本大阪 六岁随母亲回到中国 在古建芬的记忆中 从小到大 音乐始终半左右 给他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我小的时候 我起床妈妈要放音乐 不放音乐我不会醒 妈妈打了我了 我会放着音乐 跑到平台去哭 我在班里头 我在学校里头 就是比较突出的 就是我从小很小 我就学了钢琴 学校唱学校的校歌的时候 我就去弹琴 所以这样的 一直是音乐陪伴着我长大 从小与音乐结缘 使古建芬渴望用音乐的创作 寄托自己内心的情愫 上世纪50年代 古建芬考取东北音砖 主修作曲 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歌舞团 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 此后 古建芬陆续创作了 绿叶对根的情谊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是中国人》等爱国题材歌曲 到拉美很多国家 去访问中国的华侨 我首先要唱的就是这首歌 唱完了以后 他们就掉眼泪 作为我是一个华侨 侨民回到国家 但是很多人在国外 这一首歌给他们带来 他们深入海外的一种骄傲 和这种心理 这首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至今广为传唱 轻快的曲风 透入着年轻人的蓬勃朝气 也为当时的流行乐坛 注入了活力 在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 古建芬先后创作了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烛光里的妈妈》 《思念》 《二十年后再相会》等 近千首流行歌曲 《快智人口》的作品背后 接地气是古建芬 从未改变的创作理念 这个我开始 就是把心灵的 喜怒哀乐 酸甜苦辣唱出来 老百姓爱听 老百姓记到心里 深入他的心灵 这才能证明这个歌 老百姓喜欢听 我说这是我们音乐的最伟大的事业 这些歌曲给古建芬带来掌声的同时 也有人质疑他创作迷迷之音 古建芬不为所动 一如既往坚持自己的创作 他自费创立了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 在一间32平米的小房子里教授声乐 为学生创作新歌 并陆续培养出苏洪 纳英 毛阿民等后来享誉中国流行乐坛的歌唱明星 从苏洪第一个获奖 我就觉得我一个一个的培养 我不是有期限的 是说哪一个人获得奖了 成才了 这个就走 我在弄第二 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事情 让我变成了 灾难变成力量 力量变成幸福 我也得救学生得到一个发展 我说这不是好事吗 随着古家班的学员相继在国内 国际拿到大奖 古建芬也被誉为中国流行乐坛教母 但是他却十分谦虚 并不愿多谈早已功成名就的爱徒 他认为 中国并不缺乏有天赋的歌手 而是需要有好的歌曲承载他们的天赋 现在不叫唱歌 现在叫说歌 你刚才跟我说的什么话 我一句也没听懂 这就是一个歌 你说这个音乐这么发展的话 可怕不可怕 还有旋律 没有旋律 还叫音乐吗 有好嗓子 没有好作品 你也看不出来他的 所以作品的旋律是最重要的 庚子鼠年除夕 古建芬创作的歌曲新作再次相约二十年 通过春晚舞台传到了千家万户 这不仅是对他四十年前创作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二十年前创作的二十年后再相会的深情回首 四十年的时间跨度 更是显示出他旋律是显示出他旺盛的创作能力 因为我从前有一个年轻的朋友提出来二十年相会 后来有一个二十年我们再相会 我想从我自己来讲呢 还要继续写去寻找里边的东西 那天我还说了 我说我还再写一个二十年 我说为这首歌我也争取我活到104岁 这个音乐版权呢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事 就是不管用什么 那是他身上的血 你要用他的身血 你得拿针去抽他的东西 我现在跟中国的主主权协会 经常跟他们沟通 我是一定要很好地保护版权 谢谢大家